大家好,我是冰岛的Daniel 今天我们高兴的带大家来到我们冰岛的这个美姆这个车站 原来它是一个公交站 我们现在要看到我们的这个身后 我们这个身后有一马 我们再看这位马 这位马呢叫Clippest 它是一个雕像 它是一个雕像 这个雕像呢 它是由冰岛的这个艺术家 Mr.Olafson 就是Olafson 他在1963年做的一个冰岛的这个雕像 这个雕像呢 你看后面它扛的这个是 一个那种像那种铁签的这个木板似的 这是为了这个纪念呢 冰岛当年的这个建城 这个建城市的这个建设 这个很早年的时候啊 冰岛由于早些的时候 是一个努力的这个 这个与世隔绝的这个岛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 现代的这个机械 所以它靠这个马匹来运输东西 这是冰岛的维京人 为了建设这个城市 所做的一个纪念这个雕像 我们现在靠我的这个手指的这个方向 看到这是一个叫做Hlemu 这个Math Hurl 在冰岛语里面呢 就是食物脚的这个意思啊 待会呢跟我就看 待会呢 我们就一起去看 发什么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好吃的吧 好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这里是冰岛的文件 我给大家现在介绍一下 我们冰岛的这个食物脚呢 我们这边这个冰岛的食物脚呢 是在这个Hlemu车站里面 这个Hlemu车站呢 是在我们这个冰岛的这个中心 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人 这个角落里面 这个食物脚呢 在这个食物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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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介绍的是 我们现在介绍的是 这个是越南的这个餐厅 然后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好 这个客户的来 这个食物脚呢 这个越南餐厅呢 叫做Sin Lo Sin Lo 就是这个越南的这个小餐厕里面的地区 这边呢 有很多的这个 越南的这个风味的这个食物 这边的虾是冰岛的这个 海 叫做海田虾 非常的不错 口味是变甜 是那种北极的甜虾啊 还有这些是他们的这个 做的这个 竹肉混在一起的 上面有这个 也有这个牛肉和鸡肉 违旋香 他们这个是 混在一起 然后有一些这个香料 像薄荷 还有胡萝卜 这些这个香料混在一起 还有菠萝 看起来非常的这个棒 还有这个米粉 最重要的是这个米粉 他们是做这个 也有这个米卷来出售 所以感觉非常的棒啊 好 我们看来这里还有呢 这些 嗯 不同的这个酱料 所以这家店在我们冰岛的这个 这个 海雷姆还是非常的有名的 感谢大家关注我 我是冰岛Daniel 有空来找我 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旅行团 谢谢